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Charge VT 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都蛮关注的 因为为什么我从哪边可以知道的 因为我把这个相关上课 只要提到Charge VT的影片 上传到YouTube 那个只要跟这个有关的Charge VT的影片 观看次数就跟之前完全是不同的 那个倍增的速度真的让我觉得蛮吃惊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 到底学习是不是理性的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非理性的好像比较多 好像跟投资一样,投资是理性的 其实投资好像都是非理性的 所以到底理性是不是能控制 控制很多,其实我发现 你能够控制的事情好像很少 所以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理性的 就像AI未来会不会成功 原因当然需要技术没错 可是最重要是大家要愿意跟风 如果愿意跟风的话 那这个东西永远会成功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东西 我想你再怎么好也没卖点 OK 我感觉这东西就是有点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再来怎么样 不管,反正我加入就对了 OK 我就知道说怎么样 然后再来的话 了解说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帮助 这件事还蛮重要 但是对我的帮助跟对你们的帮助又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当个老师最终还是要有同理性 你不能说老师都会了 然后我就想说我用我会的人来想这个东西 我应该要换个换位思考 所以我常常在换位思考 我应该从你们的角度 可能很多人完全没写过程式的 所以不会写程式的人 那这个东西对你有什么帮助 才是比较重要的 OK 后来我发现我从你们看你们的角度看 东西好像突然 第一个 辅助 你写程式 因为以前要Google 可是我发现很多用Google不到的程式 他看不懂 不会用 这很重要 而且很多页 你也不知道这东西 所以我常常遇到一个问题 老师为什么我们Google不到那个程式 你随便Google都可以 你贴上就可以 我贴上就不能弄 这有差 OK 所以 那当然 QRGB的好处是 他不需要帮你 让你去这样一直随便乱 他就给你告诉你 就是这一段可能就是你要的 OK 所以就是怎么样 大大的缩短 这个 这个所谓的精确度 OK 所以以前的Google不是不好 只是说呢 用它的人一定要很有基础 甚至要很聪明 不然的话 没办法看到答案 那GPT就比较没这个问题 欸 突然间 帮你缩小半个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它 其实 指引你一个捷径 以前的话你要写程式 你可能还要学很多东西 你才有办法得到那个答案 但是现在它直接告诉你 这样做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后面会提到 怎么 Python怎么结合 itself 没有 这件事情 不要说初学者 对一个进阶的人来说 也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两个是不同的体系 的一个产品 那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当然 我后来发现 本来要花很多力气的 突然间有GPT 真好 好像感觉有业配的嫌疑 没有 没有收它任何钱 OK 因为我后来发现 它真的就给我一个答案了 那其实 我在哪边 有稍微分享一下 你会发现 你们如果要找一下 云端上面 云端摆绑 其实我就整理出一些 Python处理Excel的一个单元 其中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网络上我找了一个 这个表 也就是说 你要处理 Python处理Excel 四传表的相关模组 其实有至少 这边有列二、四、六、七个 然后它能够做 每一个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至于选哪一个 比较好 OK 这个就是重点 最后 当然最常被用到 最下面 Pandals 可是Pandals 有它的缺点 什么缺点 真的处理起来 真的还颇麻烦的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要下很多参数 还有第一件事最麻烦 就是一定要把它的资料 转换成Data Frame 这个所谓的Data Frame 就是它自己定义出来的 一个格式 OK 那这个Data Frame 还必须要给它三个东西 如果没有给它三个参数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帮你转换成Excel 所以 我觉得它不好操作 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后来我找了一个 就是 OpenPyExcel 所以倒数这两个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那 当然 我也 所以 因为我有一个基本了解 所以 我也去问了一下Trata Frame 它给的答案 也跟我好像 英雄所见略 所以我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给我的程式 然后再加以金钱 得到的就是我们 其实 蛮好用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整个 这个体验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那只是说呢 要怎么样 可以去得到我们要的相关的东西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 所以 云端上面其实有蛮多相关的东西 那当然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 所以 可能要请大家先 之前你如果没上 因为我看好像只有两个同学上过Python 有很多是同学 这个 就是 有先预习 那如果说 假如你要先 第一件事 如果你有学过 不管你之前用哪个环境 那因为我的习惯 我上课的习惯 是用一个环境 就是叫Spider 那个Spider 为了要让你们那个 环境比较方便 所以 我已经把它打包成一个懒人包 那懒人包的意思 就是有点像 这个直接打开就可以用了 然后它的版本是一个可吸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在哪里 所以待会 不管你之前有没有上过我的课 或者是说 你没有 我们也许 还是用一样的环境来做 那那个版本放哪里 你们可以跳到云端白板的上一层 上一层这边有个安装环境 安装环境里面就有一个叫Python384 它的档案大概200Mbps左右 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只要下载 解压缩 就可以run OK 但是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 不知道是网络会不会不够力 因为上次的经验是 一下载大家都卡住 那请你把它下载解压缩到 预设是低节 低节 OK 所以你就把它下载解压缩到低节 那就可以直接run 不过 因为我们这边上课的电脑没有低节 所以你就解到C节 但是C节的话 你必须要更改它预设目录 OK 就是要把那个路径稍微改一下 那我就直接把它解压缩记得 因为解压缩的时候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解压缩之后它会做一层目录 不要 不行 一定要python384里面 就要看到里面的东西 你不要python384里面 又一层python3 那这样是错误的 OK 然后呢 要怎么去run它 很简单 找到那个scribus scribus里面 那边就会有一个s开头的叫provider 那这个时候你就把它点两下 那环境就run起来了 这样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我是觉得这个方法 倒是还蛮容易的 我蛮喜欢像这样开发环境 所以如果那个微软有那个visual studio 也可以是可惜版 然后呢 点两下打开来的话 这样反正蛮方便的 当然的话每次说光要装它的东西 我都装了半天 然后它一run 它装了一大堆东西 都不知道装了什么 另外的话它run起来也非常耗资源 然后又耗硬结空间 这真的是非常不环保 如果以那个软体垃圾里 我不知道它装了什么东西 垃圾在你的电脑里 你要把它全部移掉 还是一个大麻烦 那你点两下之后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看到这个 一个支出网的一个图示 然后旁边出现一个spider 因为版本我好像才是4 不过新的已经到5 你可以upgrade它的版本 好 但是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如果你解到第一 有没有 那可能它会跳出一个错误讯息 因为预设路径好像是低吧 我记得好像是预设路径是低 所以如果你是解到低跌的话 那需要再把它更改一下 预设路径 那更改的方式的话 你必须要在spider这个ESD 可以把它当一个二进位档 不过它可以把它当一个文字档来修改 它修改蛮简单的 直接改ESD 后来我发现 它里面呢 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你就把它按右键 那应该你们电脑应该都有装这个软底 叫Nordpay++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自己在Google上面打Nordpay++ 它有免费的 这个我蛮强烈建议一定要装 如果你是会写程式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必备软体 然后你就怎么修改 按右键 这个edit plus 这个Nordpay++ 然后呢 打开之后呢 请你直接把它这个卷轴拉到最下面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个安装路径 这边有个C冒号斜线 那个python384 指向的就是 那个python的w.exe 那其实啦 预设好像是这个 预设好像是B 那很简单 如果你是放C 你就放C 那如果你要E 你就换个路径 反正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python38 这个spy.exe 按右键 用Nordpay++ 把它打开 然后卷轴 把它拉到最下方 你就会看到最下面 大概中间的位置吧 会出现这个路径 那你就把它修改完之后存档 关闭就好了 但是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啦 如果你是Nordpay++ 预设的检视 好像它是不会自动换行 所以如果你没有自动换行 即便你拉到最下面的话 好像也看不到 那看不到 你要把它拉到最右边 这反而很麻烦 所以我是建议 Nordpay++里面 还要多一个设定 就是让它自动换行就可以 自动换行就是 它会帮你折行 就比较不会找不到 不然的话找半天 自动换行 这个把它先点下去 这一件事 做完之后 然后卷轴拉到最下方 这边就会出现路径 那直接把这个路径 做一个修改 这样就OK了 本来 我不确定 预设好像记得是在D 所以你如果解到D 打开 这个地方是不用设定的 但是如果你是解到 不是D 可能在像我们这边只有D 那你就把它改成D 然后直接存档 这样就OK了 我把它改回来 假设我改成D 这个一定是错误 如果改成D 存档 然后 打开来应该会出现这个错误 它会出现什么呢 它没有办法 有没有 Create这个 然后所以会出现 假设如果你出现这个错误 记得按右键 然后Edit 这个Nordpay++ 那Nordpay++ 可能自己要装一下 理论商应该都有 然后 就记得哦 确定有没有自动化 有 第二件事情的话 把这个卷轴拉到最下方 然后改一下这个路径 把它改成C就好了 不过不一定 不一定都改C 你要确认你放在哪个路径 还有记得哦 一定是一层目录就好了 不要两层 因为之前有同学 解压说之后 发现Python 384里面 还有Python 384 那一定也找不到这个执行档 OK 然后把它Save 这样就搞定了 也就是说啦 把ESD当成是一个文件来编辑 OK 那也OK 没问题 好 那所以第一件事 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环境 后面可能要做练习 比较麻烦一点 当然啦 你如果有自己习惯的编辑器也没关系啦 你用自己习惯的编辑器OK 但是难免有点差异啦 然后可以比较一下 第一个就是先完成那个 有关编这个环境的设置 那